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只是慢慢从疫情之中回复 对于一些比较贫穷 落后或者位置偏远的地区 据民当前的目光 都希望尽快将生活回复原来的节奏 旅游业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柱 5月底 曾经任中国外交部副内长 和国务院桥办副主任的何亚非 以国际山地旅游联盟秘书长的身份 主持国际论坛 他认为当进入后疫情的阶段 全球化就会被重新定义 世界多个国家将会可以透过开发山区旅游 加快经济复苏 最近有一个本来已经被世人遗忘的山地 人称沿崖村的亚土列尔村 突然同样在5月成为国际间的热门新闻 从高空虎陷 位于中国四川的亚土列尔村 附近有十分壮观的景色 还有一道 几乎有山顶向下垂直 伸延到河道的山崖 由上到下 足足有2624英尺 当地居民 世世代代生活在村庄道 不过一直伴随的是饥饿和贫穷 村民要徒手攀越山崖 依靠山上一个由旧木和石头搭建出来的梯道 先可以去到附近的社区 补给食物 接受教育或者就医 刻苦的状况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 穷群也都令村民难以改变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 无奈之前 一道新建的降梯 算是为村民带来一些好消息 离开亚土列尔村的路途非常艰巨 更加不是人人都可以克服的挑战 年长体弱 或者体力较差的村民 等于长期被困在山崖之下 小孩就要学会自己攀山才可以上学 一走就是几个星期 贫困 与世隔绝 我们又没办法解决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为村民带来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医疗服务和生活呢 对不对 亚土列尔村就完成了逆地搬迁 84户村民搬入了75公里外一个新建的社区 终于有新医院 学校和新的家园 每户村民都被分派住房 同一筆足以帮到他们 购买基本家居用品的启动资助金 盈利的是新生活和对未来的希望 整个美好的故事由四年前开始 来自北京的摄影师陈杰 去到亚土列尔村 用镜头收录村民的生活 亚土列尔村在极度贫乏之中的挣扎 换起了广大民众对国家艰苦脱贫的回忆 事实上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大部分人口都仍然未能享受温饱 贫穷、饥饿 也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直到目前 14亿人口都还有4000万人生活在赤贫之中 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稳定的工作 住在交通不便 差不多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 要接触一般社区服务和设施是不可能的事 陈杰影低了小蚊仔在梯道上挣扎登山的一幕 成为当时社交媒体的热话 扎着马尾背着双肩书包的小孩子 看起来和一般大城市的学童无分别 带他们上学的路途 就是严峻的缘崖和山峰 对于广大的社会大众 这些梯道斜坡 就是小孩子努力奔向未来的象征 随后越来越多民众介入 木造的梯道慢慢被换成降梯 不过对于一个根深替故的问题 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权宜之计 村民还是需要宁蚊出路 这些村民都是宜族 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四川 云南 贵州和广西等地方的小数民族 人口总数大约900万 当中很多人已经适应了现代生活的方式 但亚土列尔村的村民一直雨晒隔绝 意味他们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 得以完整保留 最终有30户决定留在原村 未来亚土列尔村 也会发展成传统文化为止 加以保存 并由留守的村民 发生成为当地文化的保育者 向到访村落的人 展示异族文化的历史片段 至于84户展开了新生活的家庭 将会得到职业训练 为自力更新做好准备 我可以想象到 他们面对一个充满未知的未来 登上一个新的态度 新的生活 我是James Chow 你收看的是The China Current